西非国家几内亚5号发生怀疑军事政变 首都科纳克里枪声大作 几内亚国防部当天下午表示 政府军击退了发动袭击的叛军 而叛军则声称已经扣押总统孔戴 他的情况良好已经联系到他的医生 叛军也宣布解散政府 现在双方各执一词 目前形势不明 网络上流传的视频显示 现年83岁的总统孔戴 身穿便服 鞋靠在沙发上 身旁有军人看守 疑似遭叛军扣押 孔戴目前下落未明 发动政变的特种部队上校杜姆布亚 随后率领士兵 在几内亚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 宣布解散政府 同时承诺将启动全国协商 实现包容性和平过渡 我们要解决了公司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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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要解决了国家的阶段 地球 在一星期中 我们要解决了公司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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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持续约20分钟 总统府上空还升起黑烟 军方起后封锁了通往卡鲁姆区的道路 设置检查站进行盘查 街道上还出现很多士兵和军车巡逻 呼吁民众返回家中 由外电引述一名驻科纳克里西方外交官称 叛乱起因是特种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遭到解雇 愤怒的特种部队成员因而对总统府发动袭击 几内亚国防部当天下午发表声明表示 总统卫队和政府军已击退武装分子 正在开展搜捕行动 几内亚政府并呼吁民众保持镇静 不过 科纳克里当天也有反对派支持者上街 庆祝孔带备逐下台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以及非洲联盟 都对几内亚的疑似军事政变表示强烈谴责 并呼吁立即释放孔带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